1.原理與注意事項說明 2.製作紙飛機示範 3.成果展現與結論 1.原理與注意事項說明 1.當紙飛機飛行時空氣流過紙飛機的機翼產生向上的生力抵抗飛機的重量讓它能在空氣中自由地滑翔 2.滑翔時圈轉機頭向上飛往下墜這與機身的穩定性有關 3.以下為摺紙飛機時的注意事項 1.拉近生力中心與重心的距離 使力矩變小 2.機身必須左右對稱 3.機翼成外形 4.降低重心 5.請不要在吊紙飛機之前哈氣 1.2.製作紙飛機示範 4.首先先把紙飛機被製 4.然後把兩腳折上 3.然後起1顆四大的距離 5.然後這邊的腳在折上 6.然後這邊的腳在折上 7.然後這邊的腳在折上 然後這邊的頭稍微折過來一點 然後對折 這個地方這條邊要對齊這一條線 然後這個另外一邊也是 然後這樣就完成了 三,成果展現結論 從實驗數據中我們可以發現 往上30度是測量秒數的最佳投資角度 往上45度會向後翻轉 然後平費的話會往下墜落 所以執法的重要性也不輸給折發 謝謝大家 下次再見囉 掰掰